七拐妍系列 Part 1 有看我之前影片的姐妹都知道 上次卡姐的福拐妍系列是关于小裙子的 但咱们卡姐对于总的服装目前是没有意义的 而且卡姐自己本身也喜欢看于总穿裙子 来请看VCR 啊 这个是我 这个是V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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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里卡姐就已经看到了那张全身照 照片还没拿稳 就急着要给咱们看了 在跟工作人员拿照片的过程 眼睛就已经在准备从手机的屠幕里看了 拿到照片后 眼睛就一直看着照片 有这韩圈的姐妹都知道 刚才卡姐是发出了两次赶她的语气 看她那可爱的笑容 哈姐是真的喜欢看余总穿小裙子哈 也就是变成一嘴哈 余总能不能像你老婆那样大方一点 OK补装过关 那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 懂得都懂哈 咱们余总是吃软不吃硬的人 在余总还没长得像之前 姐妹和她家交的时候她是这样的 但是最终五人是一个大的 一脸娇羞的样子 吃软不吃硬的余总没错了 啊 瞧我这记性 提醒一下姐妹 余总的老婆是真实的霸道总裁 作为参考哈 咱们卡走冷脸的时候是这样的 OK 那我们来看看余总有老婆之后有什么变化吧 好 没有 哎 本来这 你在这 我要爆料 她根本就不是这么说的 哈哈 我要说你 你在节目里面就是这样 我要说 哈哈 利益就是说 本来我在这个队里面 就是垫底的 自从文恩来了之后 我终于觉得 哈哈 我终于觉得有救星了 人家利益多少少抓了你 给你吃饮了 求你别说了 你到最后还是说出来 而且还笑得非常开心 说好得吃远不吃硬呢 这对咱们余总来说都不是事 因为都是能拒绝的 困难的部分来了 当有人在节目上 和余总说土味情话时 咱们余总是这样的 她特别会说这个土味情话 现场表演一个 啊 某人又在当自己挖坑了 那我怎么说呢 我对 对现在无问题讲 哎呀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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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接得住了 我这人就是爱脸红 你还是先帮你自己打一方针 你别太过分 多留点 留点余地 姐妹 给你个眼神解惠 求你手下流血 我今晚不想做沙发 文文姐 就是我想做你的一棵树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我就能栽在你手里了 哈哈哈哈 看你那紧张的小表情 你就说你是不是傻 算了 你直接做好睡沙发的准备吧 啊 心脏狂跳 哈哈哈 余总 立刻别呼噜我啊 我可是每日循环你的刺猬的哈 你刚才的音调好像不对哈 来可以借二位老师一人来一个 千万不要手下流血 好家伙 不愧是你哈 要死你接死的概念们 那好像最终也没差 今天这里只有你有家属 我不想看他就是 弄完还能揭话那种围剂 哎 姐妹 那就是你不懂了 咱们余总这么做是为了活命 毕竟他家属在看着呢 我特别想把自己晒黑 你知道为什么吗 真是什么 因为这样就可以暗中保护你 哇 你忘了啥呢 我看你资料小姐 回去跟你老婆说吧 刚好是你喜欢猫还是喜欢狗啊 喜欢猫 喵 哎 哎 这要 等一下 等一下 那要是喜欢狗吗 这孩子是真厉害你 你可不可以 但是下次呢 请你不要把你自己打进去了 哇 哎 哎 这个我要记下来 我以后可以跟别人讲 笑得那么开心干嘛呢 发现姐妹说你不想吧 我跟你才那样呢 反应对普通 普通人是这样的 为什么 因为这样就可以暗中保护你 害羞的语气 半紧张半期待的听着 有家属的余总是这样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我就能栽在你手里了 忐忑的语气 边憋气边听着 你别告诉我 余总刚才那个反应是正常的 因为余总听老婆说土味情话的时候是这样的 女孩 女孩 应该有个人对我来撒招 我说是要的 要转开头 老婆还没开始就开始定期了 是可爱的女孩 这里要解释一下 余总不是因为不想和老婆对视才转过头的话 他是要帮老婆确认台词才转的头 因为在老婆还没转过去之前 他就已经在看台词了 这里余总以为老婆的规念 所以想开口念给老婆听 一听到老婆开口了就转过去看老婆 让他说的 调准结局 笑的眼睛看不见 余总的反应对比图 听别人说时 为什么呢 緊张的等待 努力控制表情 听完了之后仿佛松了一口气 听老婆说时 温柔的看着老婆 专属老婆的辅助上线 你是可爱的女孩 我是可爱 听完之后就是害羞的笑 笑的眼睛都看不见 求声欲满满 跟正常人听到时的反应一样 OK 接下来呢 懂得都懂 唐唐是专业舞者也是首席 舞蹈实力是不用质疑的 还没处备像之前的余总 是这么评论唐唐的 舞蹈专业出身的你在舞台上有着不样的美 咱们余总就是只说实话的乖宝宝 现在这两个点咱们没做出来 我们再从头来一次 无论其中 也会跟着唐唐的教导认真练习 OK 那接下来让我们看看 有对象之后的余总是怎么说的 中国的另外一个叫唐思义的 为什么中国最厉害 怎么了 诗意这么厉害啊 你刚才那封信是找人呆血的吗 哎呀曾经有一段 嗯算了 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 没有啊 你刚才在练习什么 你不是导许验证的 听唐唐的教导吗 诗意教我跳舞的时候 我确实没想到他那么厉害 完了完了这孩子怕不是更远了 当初选唐唐的时候 你开始想保一个跳舞 来上VC啊 诗意能唱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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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还行 我想保一个跳舞 你看看你看看 这跟刚才那位 怕不是同一个人 如果我未来就唱不到的话 我有几个 我要选一个库 没有问题 就是比OK还 只还过得五分 你很硬 OK 刚组队就讨论舞蹈的部分了 你还说你不知道 这就有点说不过去吧 比总队OK的执念是真的是 当初老婆第一个找你跳 你为什么拒绝呢 是怕拖累老婆吗 一天有大师吃点之后 我回去好好珍惜珍惜 对啊 场面话还是要说一下 真珍惜了 太理了 说完之后 你的小动作 怎么那么多 你头发也没砸你眼睛 你在弄什么呢 眼睛干嘛一直砸 你是真的怂啊 其实余总刚才在整个过程 都很紧张 也很小心的说话 你老婆是通情达理的人 你只要说为了赚钱就可以了 边摸项链边说话 紧张加一 边说话边搓小手 紧张加二 好了 别说了 再说下去 咱们余总的家庭地位 就要露线了 OK 前面就是余玩玩事件啦 有看我影片的姐妹都知道 卡姐在这个部分 是真的生气和吃醋了哈 让我们看多一次卡姐的表情包吧 我只要请了阿彪叫我余啊 你是真的大胆 勇气可嘉哈 一开始卡姐是这样看着余总的 这是在听余总说了偶像的名字之后 注意了 目前都是有看余总的哈 在听完那句话之后 塔姐趁余总还没转过去之前 这样看着余总 余总一转回头 塔姐就直接低头看指甲了 你还看着你老婆笑 这孩子的脑袋是怎么了 咱们先珍惜小情侣还笑着的画面 因为等下就看不到了 在这之后 就算余总一直看着塔姐 塔姐都没抬头看她 还直接别过头 塔姐就算别过头也没听她姐妹说话 那就代表她知道老公在看她 只是因为生气不想看老公 所以就别过头 余总从刚才都一直在盯着她老婆 估计是察觉到老婆不对劲 现在才开始意识到自己刚才说了什么 快想想你要怎么哄你老婆吧 老婆也不忍了 直接摆出想到老公的表情 委屈的邓老公 余总你再不哄你老婆 我就真的要对你说保重了 那经历这次事件之后 当余总再次听到余婉婉的时候 会有什么反应呢 首先第一个问题 喜欢粉丝怎么超过你 最近 喜欢她们叫我婉婉 对她们都怪你叫余婉婉 所以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这个外号或者说意名 可以说是意名吗 这个不是意名 对 当主持人说余婉婉的时候 你还交正书婉婉 请问这俩有什么差呢 好了哈 我不说了 再说下去就体现你总是总包了 怪你叫余婉婉 所以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还有哈 你听问题就听问题 你那小眼睛一直在转什么 看得我好慌 姐妹们 平平礼 这是不是荒家紧张的眼神 一提到余婉婉婉 小表情和小动作就开始变多 你看她那小手 我也不知道她在搓什么 还抿嘴和挑眉 看来是紧张了哈 姐妹们 家庭地位就摆在这了哈 好啦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咯 姐妹们 他就是 哥 哥 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